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舍利弗尊者与须达长者一喜一忧 舍利弗尊者与须达长者 他们一起正在为其环经舍测量图样的时候 舍利弗突然含笑 就是他在测量的时候 看到这个房子突然之间笑了 须达见而问悦 见到之后就问他 尊者为何喜悦呀 就是尊者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很开心啊 舍利弗尊者 你为众生请佛 因为有这么个道场 你为众生把佛请过来 而与此经营经舍 在这里好好地在安排经舍 发如是大心 你发了这么大的心 真的了不起 要知道 善因必敢善果 你今天为了这个经舍 做出了这么多的善业 你一定会有善果出来的 你既为佛造经舍 你今天在人间为佛在造的一个经舍 你在六欲天中的宫殿 已为你成就 所以我跟你们讲了 你在人间做什么善事 你在天上就积什么德 说吧 舍利弗 积显神通 借慧言 令须达 西界 六欲天宫 就是说 他说完之后 他就把虚达魂魄带到天上去 直接就看到他 今天在人间造经舍了 你在六欲天宗的宫殿 已经造好了 马上让他看见 虚达就问了 哎呀 六欲天宗 何处最乐呀 就是说 在这个六欲天宗 哪一个是最快乐的地方 舍利弗就说 第四天 叫兜率天 少欲知足 因为在这个天里边 少欲知足 没有什么欲望的 很开心的啦 然后呢 恒常有一声补促菩萨 来生其中 来到这个兜率天当中 法训不绝 就是 菩萨还跟他讲了很多 天上的 应该叫他怎么样 修心的话 虚达月 虚达塔 听完了之后 他就说了 我愿身都率天上 常闻佛法 出言死尽 于公熄灭 刚刚讲完 天上的公看不见了 不一会儿 舍利弗又突然 忧愁满面 虚达就问月 就问他了 尊者为何而现忧色 尊者啊 你为何突然之间 脸上又有忧愁的景象了呢 舍利弗答道 你看 这一群 自你与过去 疲婆师佛 与此为彼世尊 新建经舍时 这群 既在此生活 就是说 你在好几生之前 你已经做过功德 跟佛就在修清楚了 你看这么多的年过去了 这些椅子在这个地方生存 直到现在 他们已经死了生 生了死 已经经历了九十一节 由未托此行孩 就是还没有变成人 变成猪啊 变成羊啊 连变成一个鸟啊 变成一个苍蝇 都没有变掉 所以古德说 人人知道有来年 人人当众来年古 人人知道有来生 人人当众来生福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你们每个人都知道 还有明年 人人都知道 我要在明年 把今年的稻土种植下去 等到来年再来收 人人都知道有来生 因为这辈子死了 还有来生 所以人人应该在今世 要造福与自己的来生 当然我们现在学播 我们不是说要来生啊 我们要到天上去 我们境界更高了 所以呢 人家有福德的积累 才能有人格升华的希望 任何一个人 只要不停的 有福德 天天做善事 你才有人格升华的希望 你这个人品被人家看得起 你说你们孝顺父母 人家看得起你们 你们说你们对佛法僧 这么供养 人家看得起你们吗 你们对残疾人照顾 让位置给他们 福祉他们 人家会看得起你们吗 这就叫人格的升华 你看看 眼看当前的众生 不知众福 即使知道众福的 也寥寥无几 就是说 菩萨说 你看看现在的 当下这个世界 没有几个人肯帮助别人 种上福田的 就自私啊 想自己不肯帮助别人的 寥寥无几 知道要说 哎呀 种点福气吧 以后人会好 他也没有几个 偶遇机缘 偶然的有一个机缘了 哎呀 可以帮助别人了 跟别人也是 斤斤斤教得失啊 我凭什么帮他 他又没帮过我 斤斤斤教吧 你有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呀 所以菩萨就说 难怪末法的众生 福薄了 你看现在很多人 没有福气的 碰到个事情不顺利 碰到个事情不顺利 这就是你的福气太薄了 所以要知道 福气是经不起日久的薄下去的 你今天有点福气了 你笑掉一点 福薄一点了吧 你又不好好的去珍惜 又薄一点了吗 薄到最后呢 一旦福尽的话 也就福气没有了 而下舵 就是下去了之后 其苦难难以延撞 就是非常难说啊 所以一个人 如果你投到畜生 你再想投人啊 难得不得了啊 我可以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下辈子 投不了人了 很可怜的 你们现在学佛 再怎么呢 你们至少保持了 你一个下辈子 还能投人的机会呀 你们要记住 在下面只要你投人 人家都看得起你 都很羡慕你呀 很多人做的鬼事 他就是投鬼呀 永远在下面 有的人在人间 做了很多畜生事 他下辈子又投畜生啊 他投不了人了 他的福气 就是一点点薄的 你看很多有钱的人 他很有钱 福气好不好 那他为什么 到后来被抓进去啊 为什么到后来 会出车祸 为什么这样 他有钱了 他不布施 他不做好人 他不做好事 天天还卡人家 弄人家 到了最后福报了呀 所以呢 舍利佛又说了 犹如这些医子 虽历九十一节 人不能托其行去啊 九十一节啊 他还是医子啊 很可怜啊 所以如此的 服罪乐苦的较量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福气和你的罪孽 和你的快乐 和你的苦难 一直在较量啊 你今天做好人了好一点 你明天做坏人了饿一点 最后把你搞得罪在里边 你出都出不来呀 所以我们人呐 不能不好好的 掂量掂量自己呀 不能做坏事啊 感谢观看